好慘愧 自從回到新工 完全沒有理過地區工作 在2019年區議會選舉二手社政綱勝出 而紅極一事的前游尖旺區議員陳梓維就這樣說 政府將會安排區議員宣誓效忠後 他和二百多個區議員一起跳船辭職不勾 之後轉了送外賣 不知是否做慣高薪的區議員 一下子收入暴跌頂不信 他昨天就向街坊市民發出最後通牒 雖然自體錯漏百出 但勉強都理解到他的意思 是說要搞眾籌 如果二十四小時內籌交二十萬 專業賺好人數超過一萬人 他就要強勢回歸 再次服務街坊 如果失敗就要停止地區工作 之後他還上載自己的銀行帳戶 不過看到結局只剩下那一千三百五十五個多 真是好淒慘 你肯定想回家娘的賺藥素是不是 立即過主 陳紫維這個另類的最後通牒一出 醒目的網民當然不收落 連一眾泛民及前區議員都留言串包他 網民還問他 是不是可以用消費券 二十四小時籌20萬 擺明不想做 索性籌夠三百萬美金參加慈善啪王大賽把 左敦南街坊有你是福氣 沒有你是福份 不好意思 你認識我的人是這麼值的 原諒我是這麼值的 今天二十四小時期限已過 陳紫維昨晚在社交網站宣佈 眾籌失敗 難敵天意 今個月三十一號就是最後服務街坊的日子 不過仔細想一下 他二十四小時籌二十萬的目標 真是好難實現 如果真是有新服務街坊 一早就不要辭職 如果不想做 就直接講明白些 就不用搞這樣的笑料出來被人串 還玩不玩啊 還玩單聲才好